冬天来了 今年你有没有暖暖的去泡上一次温泉呢 近日分享 Worldwise猛兽侠系列BB03JS温泉星星乔生 看到这个没有透明开窗的包装 就知道这又是一款限定重途 不过实话实说 包装峰会确实很有泡温泉的气氛 拆出内包素风 不知为何乔森在盒子里的姿势看起来有些滑稽 本系列说明书的品质一向稳定 一笔带过 倒是角色卡和峰会相同 看的人很想去泡温泉 主体方面 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BB03星星模具的幻色重途 看来是想在这款模具彻底退出市场之前 尽量多涂几次 需要承认的是 这只温泉星星的配色确实看起来很舒适 白色搭配浅蓝色的主色调 让人感觉很放松 脸部和手掌脚掌都涂成了肉粉色 看来真的泡了很久的温泉 胸口前方的温泉图案也十分点提 拿出原色版星星做个对比 感觉星星模具的每一次重途都还蛮有特点 有趣的是 温泉星星还带有一个布料制作的遮羞布 将它围在腰上 再从后方绑起来 多了这个配件 不知为何就突然有那味儿了 也不知道这家伙的兄弟们为何却不需要遮羞布 另外还有一个日式温泉背景的硬卡纸 只是这个尺寸用来做背景的话 未免有些太小 其实背景板需要和这次的收纳盒搭配使用 这次的收纳盒不但是温泉白 顶部还写着汤的字样 将收纳盒横放 再揭开盖子 将背景板的孔洞穿过盖子上的两处凸起 再将星星的本体放入收纳盒 这样一看 乔森同学泡的还是丝汤 把收纳盒当浴池的点子 也确实开了不小的脑洞 至于变形流程 已经录过无数次参考BB03星星的视频即可 这里就不再重复 变成匣子形态之后 这个配色也依旧很好看 遮羞布可以这样捏着绷在顶上 以这个姿势塞入收纳盒 就可以一并收纳 而图案部分在后方重新折叠 折好之后挡在前方 再盖上收纳盒盖 于是猛兽侠家族又添一元 那么都看到这里了 不想点赞加个关注吗 更多内容持续更新哟